2月23日北京市第一人民法院关于葛优诉一龙网公司 侵犯其肖像权一案进行了二审判决 不回一龙网公司的上诉 维持原判要求其赔礼道歉并予以赔偿 葛优曾在电视剧《我爱我家》中扮演季春生 该角色在剧中将身体完全摊在沙发上的放松形象 被称为葛优堂一度成为网无热词 一龙网公司发布含有葛优堂图片的微博 完全内容为商业性质 葛优认为该行为侵犯了起肖像权 虽将该公司速至法院要求其赔礼道歉并予以赔偿 一审法院支持了葛优的诉求 该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一中院 今日该月二审维持原判